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霸王应该说是在九西当中 用这个延迟头用得最好的 手法也是最到位的 本场比赛给他介绍的 就是他的这个延迟头 而且是一个延迟的一个必杀头 好这一下差点被抓 先用这个下逼抢招 再先拿下这个八神 来看看他的这个宏观的表现 这个站B好跳B 下D 漂亮啊来看一下这一手 你看一个站D之扣 延迟抓 再来一个延迟抓 延迟抓的话这个手法要快一点点 然后这个出招时机也要非常巧妙 这种招得多练一练 只要对手不敢动 就有可能中招 当然了霸王赢下了这局 看看能不能赢 什么鬼啊这下飘了呀 抓了两次延迟头就飘了呀 又是一个对空的 没有打好 好跳蟹 圣龙夹 完了 这一下圣龙没有弄倒啊 再发波发波 完了这下一套再接一个甲百分之八十的血量差不多没了 哇又是一个跳蟹抓到一个甲 也不会被反散了吧 刚刚才跨过暴王啊 看看别被反了哦 现在有两个气呢 哇 还好他没有接抓 要两条西地方找 可以 可以 暴一道 甲一甲 再一条街 哇 再青龙夹 什么鬼 不会被反了吧 哎呀这都能输啊 本来想让霸王当一回主角啊 没想到又成为了配角 好的 喜欢点点关注吧 关注修修 回忆走丢